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打电话吹票到国民党去了 郭董在这一次也尽全力的来协助亲民党在这次的选情 所以不光是在协助录音的部分 电话拜票以及还有我们的车队扫街 亲民党主打郭董排催政党票催的卖力 也强调制衡蓝绿 要让第三势力出头天 但会不会担心总统选情的部分 最后出现气宋饱含效应 我不担心因为选民都很有智慧 我相信台湾的民众都会知道 要怎么去把握他手上的这张 最神圣的这个总统的选票 让这些所谓的默默 不对蓝绿投降的中间选民 可以有一个选择 这就是我们坚持的 亲民党冲刺选战最后一周 抢攻目前尚未公开表态的 三层隐姓选民 这一群非蓝非绿中间选民 或许将成为翻转选情的关键一群人 会议宣送去张润春台幅报道